田北辰議員,第三次,兩分鐘 上次對於錦田南在2026年完成,會有23,000人搬進去,我已經很有意見了,主席 然後財會,人工島過了當時,我是問法展局局長可不可以承諾2035年起了那條跨海鐵路,舒緩西鐵的擠壁 因為到時有20多萬人搬進洪水橋這些地方 他當時都說得幾清楚,是幾困難的,即2035年都不行 有了這個新資料,你現在這23,000人從2026年搬進去,就凍過水了 都不用立鐵路,全部迫巴士或者私家車出去 為什麼呢?因為錦田錦上路是尾站來的 你2035、36年都還沒有一條新鐵路,他怎麼能上車 根本這些人本來是找他笨的 還有一個屯門南延線就在2030年完成 那裡又多了很多人搭西鐵的了 如果不是延線來幹什麼呢? 游泳池新站的上蓋呢,又會加幾萬人口 現在加多少未知 加加起來了,你這樣上路根本沒有可能上車 那所以,真是不好意思了 新鐵路又不可以快,我不反調這個項目 不過我覺得他起早了10年而已,主席 10年,一會兒可不可以分開投票的? 即是公務 好,看一看政府官員 我要求,如果你不投票,我兩件事都反對 你分開,我支持屯門,反對錦田 那你自己想,好嗎? 是,政府哪位,或者有沒有回應? 康珍 其實兩個項目,當然對我們政府 或者對整體的公共防空都相當重要 不過如果議員有什麼需要,或者有什麼要求 我們都,希望議員都會支持 我們都不反對 好,下一位,梁智祥議員都是第三次兩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現在在審議那個,是關於沙田污水處理廠 搬往岩洞的工程計劃 涉及的款項,文件上顯示 以當日造價的計算是大概140億 140億7千多萬 你說工程的費用相較於其他這一類型的,就是叫做重置的工程來講 不是說很貴,不是說太貴 因為一開始呢,根據一些媒體他們的報道,都可能說到會上五百億的,就是上四五百億的造價 我反而真的想問的就是,既然我們是投放過百億下去,去作為一個叫做重置的工程 我相信不會單純是令到環境優化,環境美化了,或者是改善了鄰近的屋苑的空氣質素 那大家就會覺得那140億是用得其所,這也不是政府一貫的作風,老實說 但是在過去的討論,官員一直迴避的就是,那個地方既然騰空了之後,那做些什麼呢? 我知道現在具體的規劃是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方向的 有一些以往的泛民議員就會說,要建公屋 有一些議員就說,沒有理由,景景這麼美,對著套路說 那些地方,又臨近馬場,沒有理由是會建公屋,可能會建私營房屋,再看賣地 我的立場呢,我就不是想知道你究竟接下來會是怎樣規劃的 我只是想,政府可能講一講一個,我覺得是基本的要求 其實那裡不建樓行不行呢? 可不可以不建樓? 我們這個項目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都是作為一個土地供應的項目 騰空了這個28公頃的宴寺,其實在那個地方是很適宜做房屋,社區設施,或者其他有利民生的用途 如果現在就否定了建房屋的話,對於我們現在這麼短缺的土地供應,尤其是在房屋方面,我們就不會考慮了 主席為什麼我會提出這個問題呢?因為其實那是一個矛盾 你說改善了當區鄰近的屋苑的空氣,但是馬安山的居民,在那裡相對來說,在套路講口 就是城門河,出套路講口的那個部分,是沒有其他一些屏風式的大型屋苑的 就是賓景是靠邊的,我想官員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你不能夠可能在說,我改善了你的空氣,然後我在你屋苑附近,擺一排的屏風樓 在沙田大圍,過去已經是當區居民不斷批評 在車公廟和大圍兩邊已經是有兩大棟的屏風樓了 沙田本身整個規劃,它的特色之處就是中間的部分是有一個相對優美的空間 不是單純在說大家的景觀上,公屋的房屋全部是靠邊,靠山站的 當中你說一些屋苑,大一城尤其是比較大的發展,但當年政府去用那個合營方式 都是靠邊的,你怎麼可能想到沙田城門河那個部分 是一個類近於車公廟或大圍的屏風屋苑呢? 所以我問的問題就是,我不是單純去問你房屋供應,而是你的理由是說 你改善了當區的環境,然後你送一堆屏風樓去當區,那怎樣改善當區的環境呢? 是,有沒有補充? 主席,那個是不是屏風樓呢?我想也要看規劃的工程研究 到時我們做那個研究的時候,也會考慮空氣流通問題,以及城市外觀的設計 基本上,因為其實那裡,正如鄭議員說,其實他就在城門河口,城門河本身都有一定的闊度 距離在馬鞍山那邊的話,我相信這個所謂空氣流通,或者是屏風樓這個問題,就應該問題不大 是,請 我補充一句,那個位置當然在發展商的眼中,建別墅、豪宅當然是正 是不是?但是在當區區民的眼中,那個位置你建了樓的話,帶來的破壞 就是只會令到沙田,不再是他們理解移居的沙田,即如果你既然是說得什麼移居規劃的時候,你有什麼必要的?就是在那個位置 建,超過10層就已經是造成破壞了 鄭議員,我想你的意見已經說了,另外再按第二次,謝謝 下一位田北陳議員,四分鐘 謝謝主席